各位毕业同学 你们一届一届的毕业 增加了我无限的快位 因为这不但代表着你们的又一新的开始 也代表着学校的日益壮大 前途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希望 六年的日子不算太短 在你们行将离校的前夕 学校的一草一木 都会对你发生了深厚的感情 老师的一言一行 同学们的一平一笑 都会像洪流 班底 从又泛滥在你们的脑际 一切的一切 都犹如昨天的事 我知眷恋你们 正如你们眷恋学校一样 俗人 聚而离去 可是 事实告诉我们 从今天起 你们有的升学 有的就业 你们将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去开拓自己新的境界 你们好像蓄日出生 潜在着无比的光与热 不但要照亮了自己的前程 同时也能使 母校的光辉 更加灿烂 这是可以深信 也是可以预见的 今后 我最关切的将是你们的生活 希望你们永远过着正常的生活 快乐的生活 因此我首先 我首先叮咛你们的事 你们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辨别善恶 使自己寡过 其次要贡献自己的一切 去服务人群 因为人生就是服务 服务就是互助 还有要随时随地地 不断地追求进步 唯有追求进步 才能充实自己 才能实现理想 最后 我将永远为你们祝福 祝福你们快乐成功 校长陈展芝 民国53年7月